还怎么也想不到 才刚搬到新家就撞见了少女换衣服的场景 这种感觉就很奇怪 说不上紧张但鼻子却止不住流血 而见到少女毫无反应地关上了门 她甚至还心安理得地坐在门口思考起这种是什么感觉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随着推拉门被打开 为首的少女除了破口大骂 还给男主撒去了净化一切无讳的盐巴 这就让一旁的大姐很是心疼 人家流血了还撒盐不是折磨人吗 应该立刻给她包扎才对 另一边的小妹突然坏笑 这个年代居然还有这种青春到亢奋流鼻血的男人也真是稀罕 回过神的男主这才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巫女打扮 看来今天的尴尬是他们之间永生难忘的记忆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 男主刚满时期也是到了离开福利院的年纪 在福利院的安排下 想要收养男主这么大的孩子的也只剩下神社 于是男主便悲起心囊 历经两个半小时终于来到了这家甘神神社 相传这里的巫女会帮助人与人之间的结缘 比如家人之间的缘 朋友之间的缘 还有恋人之间的缘 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的那么快且突然 男主简单交代了自己的来历 刚满时期高二在读的学生 以后就要借助在这里了请三人多多关照 从少女们的表情中不难看出 只有中间的那位强烈反对 男主立马转移话题 问起神社的公司何时回来 大姐说是明天 所以此间有什么困难的话 可以尽管来找他解决 毕竟他是个二十岁的大学生 照顾个高二学生还是轻轻松松的 此外 一旁的白毛也不甘示弱 反正他的年纪最小 可以肆无忌惮地撒娇 看见大姐和小妹都这么热情 这就让西奈很生气 他可不承认男主是家人 更何况让这么一个陌生男子 括号色狼住家里 可太危险了 男主倒是无所谓他们怎么想 只要这里能提供一个 安静的环境给他学习 那把他当个空气人都可以 这话可把西奈气到了 男主这高高挂起的样子 着实让他不爽 临走前还留下狠话 只要男主不乖 那就没饭吃 也顺带给男主起了纯情男的外号 虽然男主也生气 但总算没有了阻碍 算是成功入住了 大姐想着给男主整理出一床被褥 却没留意用力过猛 把杂物也扯了下来 好在男主及时上前扑就 不好的是西奈他又来了 看见男主被压在骆驼山下的窘境 西奈上去就是左勾全家右手撒一把盐 男主也真是服了 本想好好读书弥补今天确实的学习时间 不料白毛小妹过来了骚扰 而没错是真的骚扰 他想着既然和男主成了家人 就应该尽快培养好感情 遭到男主拒绝后 他又开始翻箱倒柜 想着找到男主私藏的小黄叔 趁早熟悉男主 但这可把男主急得上前阻止 只是脚一滑就又发生了事故 而西奈恰好又刚刚掐着点过来 看见这极其让人误解的一幕 不出意外男主又要遭殃 一阵拳打脚踢后又是撒一把盐进化污汇 由于今天乌龙事件频频发生 男主忙到深夜 连平时一半的学习任务都没完成 但也只能休息明天再战 可就在他想去洗手间洗把脸时 发现走廊尽头的房间还亮着灯 男主出于好奇走了进去 看见是没盖被子而打喷嚏的西奈 男主于心不忍 还是决定给这小恶魔盖回被子吧 但靠近的瞬间西奈却醒了 这深更半夜 这可疑的动作 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而两人的吵闹也招来了大姐和小妹 原来西奈这么晚还亮着灯的缘故 是在折一些神社要用到的小御手 男主觉得没有必要 他不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 叫都不睡而去搞这些小玩意有意义吗 是的有意义 他们巫女的职责就是为神和向神祈求的人牵线 希望大家都能得到神的庇护 无神论者的男主还是有些不理解 反而对几人相同的红色发带起了兴趣 而据他们解释 这是妈妈给三人留下的遗物 这发带寓意着他们与妈妈之间的思念永远连结在一起 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宝贝 话说回来 他们有些好奇男主为啥这么晚也没睡 男主的回答还是读书 为了考上京都大学的医学系 他不敢懈怠一天 三姐妹对男主的高远目标由衷佩服 希奈也改变了男主是色狼的看法 大姐说男主来对了地方 这个神社也供奉着让学业进步考试顺利的神 而且这段期间可能还会出现奇迹 那就是实现愿望的星雨会在最近降下 相传能沐浴在漫天倾洒的繁星之中 愿望就能得以实现 希奈劝男主这段时间好好跟他们向神祈祷 那么愿望肯定能被上天听到的 而奇迹也会随之发生 但男主冷言回应希奈真傻 且不说科学上这个时期的流星群规模较小 凡星落到大地前就会被大气层烧光 就算有概率让他降落到地表上 沐浴在里面的话肯定会被陨石砸死 他才不相信这种幼稚不科学的传说呢 经过这一天的相处 男主与三姐妹之间也算是相互熟悉了不少 虽然他嘴上说着是无神论者 认为御守和祈福都是骗小孩的东西 是一点也不想掺和与神社相关的事情 但当希奈遇到外国小朋友有交流障碍时 他还是会用流利的英文去帮助希奈 甚至还傲娇地表示自己不想参与这种事情 所以教会希奈说流利英文也不是不行 就当这气氛有些暧昧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 一只鸟带走了希奈头上的发带 这可是他们母亲留下的遗物 希奈见状特别着急 可小鸟早就飞远了 姐妹安慰希奈不要难过 他们有神明的庇护 那发带迟早会找到的 这就让男主很无语 明明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 却还气定神贤地等待神的指引 这不很可笑吗 能否实现愿望绝对不是靠神 而是靠自己 毫不意外的 意见不合的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到了晚上 平时只爱学习的男主竟然不在卧室 蠢萌的大姐还以为男主早上责骂神明而被神带走了 而小妹只关心男主的行李箱里面有没有藏小黄书 这时大姐注意到男主桌上的一张合照 以及一些医学书籍 联想起男主小时候的亲人离世 她也上前和男主一起 同时向男主道歉 而男主也表示自己做得不够好 当留意到男主这脏兮兮的模样时 西奈顿时有些过意不去 卖下台阶傲娇说着 介于男主还保留着尊敬神明的初心 那他就大发慈悲 让男主勉强及格住在神社吧 很快大姐和小妹也赶了过来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 那就一起回去 可男主还在纠结没找到发带呢 西奈却一点也不慌 表示反正对神明许愿了 只要发生奇迹就一定能找得到 殊不知在说完话的下一秒 男主看见了此生难忘的一幕 传说中实现愿望的星雨居然降下了 奇迹真的要发生了吗 男主仔细一看才知道 原来只是故乡的樱花开了 流星雨和鹰吹雪在绝佳时间点配合产生出的效果 用科学解释了这原理后 应该就没有什么奇迹了吧 然而就在下一秒 随着一阵风吹过 鸟窝上的发带 分毫不插落回到了西奈头上 但让男主震惊的还不止这个 隔天神社的公司 也就是三姐妹的爷爷回来时 告诉了男主一件事 男主之所以能被神社收养 是因为老爷子想要男主入坠他们干神家 解决神社的继承人问题 他本一心只想学习考上好大学 但神社管理员却打算让他入坠当孙女婿 现在就可以在三姐妹之中挑一人结婚 然后再成为这座神社的继承人 按理说这便是大部分哥布林的终极梦想 可男主始终不忘初心 首先自己不过是戒主的 未来要考上大学成为一名医生 绝不会当神社的管理员 所以入坠这件事肯定是拒绝 而随着话音刚落 老邓故作遗憾地表示 本想脱关系让男主转学到升学率最高的高中 奈何男主是孤儿没有别的住处 所以他只好忍着 觉得时间一场入坠的事就会被淡忘 与此同时 虽然三姐妹都对男主有好感 但却并不多 其中次女小夕最为反对 也因此故意刁难她 让男主下厨房炒菜做饭 而重点是冰箱的食材所剩无几 认定撑不了半小时就会放弃 结果终究是低估了她的厨艺惨遭打脸 一顿真相定律之后 她还是不肯放过男主 随即拿出放置两天半的脏衣服 要求清洗干净 要知道这里可是没有洗衣机的 她不相信男主能撑得过去 然后不出意外没开二度 男主很快就洗好衣服 并将其挂到杆子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 别放整齐摆放在面前 对此小夕仍旧不死心 随即让她处理堪称垃圾堆的长女房间 而为了能够留下来 即便男主知道她是故意的也没敢反抗 在打扫卫生期间 她看到有一堆散发臭味的不明物体 凑近一瞧才知道是颜料的味道 只因长女是艺术大学的美术生 之后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 这可费了男主半条老命 大姐和小妹都觉得她很不错 毕竟这么划算的男保姆谁不想要 却不料男主犹豫片刻表示 感谢这段期间的照顾 但工作量太多影响到她学习 无论如何她都要考上金大成为医生 讲完这些便带着行李箱头 也不回地离开神社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她还是放心不下一路跟在背后 直至来到一处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 三人惊讶地表示 难道她要住进这栋破房子 结果男主突然出现在背后 等定金一瞧发现身上挂着几个小孩 他们刚要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又有个粉毛大姐姐带着两名小孩出场 三人这才得知原来破房子是儿童福利院 粉毛担任院长兼医生 而男主就是被她骗到神社的 因此男主非常生气 居然自作主张把自己卖了 此刻房间里走出一个白毛小姐姐 从男主口中得知对方是青梅竹马 每当有空便回到福利院陪孩子们玩耍和帮忙 显然又是一名强有力的竞争者 随即有个男孩展示亲手蝶的指盒 表示要送给母亲 而院长说明 父母生病受伤 无法兼顾孩子 便会送来这里照看 因此他们决定叠千指盒送给家长 希望早日康复 这时男主吐槽纯属浪费时间 似女文言瞬间被激怒 指责她是个不懂得通情打理的家伙 于是三姐妹带领孩子们一起叠千指盒 只不过终究是成口头之快 蓝毛的指盒是乞丐版 大姐直接来了一个超进化 至于她手速太慢进场都没人要 孩子们健壮都把目光放到男主身上 祈求男主能帮忙 而心软的她自然是不忍心拒绝 仅花费两个半小时就完成了千指盒 由此三姐妹全程被吊打 此时男孩自言自语 倒真的有用吗 母亲是否真的会因这些东西恢复健康 闻听此言 男主想起过去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随即拿着千指盒来到面前保证绝对可以 医生看到后会更努力救治病患 让男孩不需要担心 一波心理安慰之后 三姐妹也终于明白了 男主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所以她比任何人都理解孩子们的心情 虽然说话直来直去 但只要有人感到不安 就一定会陪伴左右 对男主有了一定的了解 三人也就逐渐接受她了 直到下午院长调侃 怎么不继续待在后宫团里 偏要跑到孤儿院 当男主表示很反感 他们影响自己读书时 院长直接挑明 其实是男主觉得自身不受欢迎 但那样想就错了 三姐妹会大老远地跟过来 证明很担心她 于是一番开导之后 男主想通了 区区一点小麻烦还难不倒她 而三人躲在一旁乱磕CP 断定男主喜欢院长大姐姐 之后男主表示抱歉不该随便离开 对此保证会承担所有家务活 而话都说到这份上 即便次女再多么小心眼 也不好意思了 文听此言 男主的确是有些感动的 可直到第二天再次刷新了 他对三人的印象 说好的一起干活却是拖后腿 简直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刚打扫完的房间又乱扔一堆漫画 帮忙晾衣服结果全掉地上 一顿早餐要做到中午才能完成 这下男主后悔了 没想到自己往后的使命 是照顾三个巨婴 此时老灯出现继续整活 虽然目前几人相处得很不错 但为了加深彼此关系 对于这做法 男主嘴上一直抱怨 毕竟这严重影响到他学习 与之相反 蓝毛却显得很兴奋 等老灯离开时还动手解开衣服 这搞得男主以为他要植入主题 结果定睛一瞧里面穿的是运动装 于是白期待一场的 他跟着蓝毛去晨跑 期间了解到因为过于喜欢跑步 因此被周围人称作 曙光下奔跑的公主 随即赞叹男主体力真不错 居然能够跟上他的节奏 在男主眼中他简直是怪物 跑了三十公里还不带喘气的 之后看到浴室没关 就准备去洗个澡 结果意外看到换上圆皮的蓝毛 而且他还故作镇定地表示 不关门是因为喜欢这种开放环境 之后累过头的男主一觉睡到早上五点 谁知一睁眼就发现蓝毛躺在旁边 虽然表面上说要继续相亲 但实则是想让他帮忙 找放在储物室里的备用鞋 转眼间男主带着手电来到储物室 蓝毛则不正经地打去道 可美少女独处 万一被关在这里 将会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 结果他还真就言出法随 紧接着一阵大风吹进储物室 指引门过于老旧 如果关的太猛将会自动锁上 如今身上没带手机 想要别人来解救 恐怕得再等两个半小时 男主一眼看出他有幽闭恐惧症 怪不得昨天洗澡才不关门 还有特意叫上自己帮忙找东西 此时他还在逞强 身为大人可不怕这点小事 而男主自然是不相信 于是让他抱住自己的后背 这样就能多一些安全感 接着再用一把剪刀撬开木质窗户 很快天都亮了 破开窗户的他手上全是擦伤 而眼看男主为自己做到这份伤 蓝挠的好感度直接涨了一大半 事后他为之前的无理行为做出道歉 但男主反手一个摸头杀表示不介意 虽然和他待在一块挺倒霉的 不过也是看到了他小孩子可爱的一面 文言他瞬间红透了半边脸 随后轮到次女小夕的相亲环节 然而再见他时男主人都傻 这伪装的让男主感到十分不自在 在庭院中散步时 草丛里忽然冒出一只天猫 次女明明很心动 但为了保持当前人设便只好忍痛将其赶走 之后男主没忍住开口问到底什么情况 结果一个没注意反被次女扑倒 打算和男主生米主成熟犯 而对于白给的福利他当然是拒绝 接着从蓝猫口中了解到 这么做是为了保证神社有人继承 以及防止男主对姐妹二人下手 所以才准备牺牲自己 对此男主也是大无语 随即换上便装带着次女来到一家猫卡 在面对众多可爱的喵心人时 他根本装不下去 由此经过一番开导 次女终于是放松下来 最后还对男主表达感谢 今天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而男主不知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当即吐槽他这副状态依旧很不对劲 恐怕得找个医生治一下脑子 第三天他要与长女相亲 可因为对方迟迟没有到场 便来到所在房间催促 结果意外看到世界杯 小叶表示需要等一下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 男主全程被晾在门外 他本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手机也没戴在身上 好在男主智商在线 通过房间里的画像 推断出目标在道合神社 虽然就这样顺利找到小叶 但本人看起来却很不对劲 按理说他应该是个傻白甜 现在与之前对比表现得过于成熟 并且还时不时的调戏男主 重点是非常自然不像装的 之后男主抱着疑惑陪他逛了一整天 直到晚上 为表达感谢他将一个护身符 送到男主手中 再回去支持他问道 决定好跟谁结婚了没有 蓝毛虽然早熟 但也有孩子气可爱的一面 很招人喜欢 而小叶也同样如此 严重怀疑长女可能被亲妈给附身了 而听到他说的那番话 男主依然选择拒绝 然而往后退的同时 脚下突然踩空 眼看即将摔下阶梯 长女立刻伸手勾住护身符 可谁料绳子的质量不过关 这一刻男主脑海中出现走马灯 更准确地说是 涌进一些不存在的记忆片段 比如考上大学 直到毕业成为一名医生 男主询问长女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从阶梯摔下来的他会没事 甚至是说那些话 然而长女听得一头雾水 似乎根本不记得昨天相亲的后续 而这时次女出现打断他们的谈话 叫男主去购买茶叶和点心 要招待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 随后叫北白川的男人表示要卖掉神社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眼看着自己即将当上神社的继承人 用不了多久三姐妹便会成为后宫 结果这时候金主表示要把神社卖掉 只因来参拜的人流量大幅减少 不愿做亏本买卖的赞助商 将终止对神社的赞助 由此他们失去最主要的收益来源面临破产 而男主同样要被打回原形了 至于居住的这栋房子会保留下来不用担心 接着故意提起三姐妹的母亲 对方还活着的时候 神社每年一度的大型祭典活动 可是能吸引超过千人来参拜的 后面听说为同时兼顾孩子与神社 以至于造成过度劳累而体力不知倒下 要不是有大姐拦着 保不准次女会直接动手殴打金主 关键时刻 男主站起来为他们打抱不平 如果今年的祭典活动能拉来五千人怎么办 而这在北白川听来不过是意气用事 谁又不会吹牛逼呢 至于三姐妹倒是相信男主 于是纷纷低头请求能给一次机会 见状即便是她也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准备看完他们的业绩表现后再做决定 当然这次活动他们不会赞助一分钱 还有这场赌约若是输了 那么连这栋房子也要收走 而对此所有人都没意见 后面男主经过通宵调查发现 自从他们母亲去世 老邓担心三个孙女年纪太小 所以至今都没举办过大型祭典 导致商店街的摊贩们都没有出摊的机会 从而失去原有的热闹氛围 随即男主准备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攒一波人气 先以神社的名义注册个账号 蓝毛文言自信心爆棚 就由美少女的自己来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 结果发张照片过了两个半小时就一个赞 男主感觉只发一张随手拍的照片没什么用 于是蓝毛把照片换成次女的 并附加许多对神社的介绍 结果无论怎么尝试都没能报复 就当蓝毛打算拍一些性感照时 次女觉得还是不要以三人作为出发点 毕竟他们的核心是宣传神社 做那么露骨的事情对神明太不尽了 接着批判蓝毛没资格当巫女 而蓝毛肯定是不服气的 就这样两人出现争执 不过此时大姐发动血脉压制 只需一个眼神就让他们乖乖消停 等晚上经过男主的帮助 次女明白了她一直都在为神社的存亡着想 否则也不会大半夜的还在敲键盘 于是次女主动道歉 双方很快便重归于好 长女见状激动的扑上去拥抱 一旁男主则发现这是个好机会 当即掏出手机拍下这温馨的场面 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 经过一个晚上的发酵 他们成功收获3.5万的点赞 后续视频的热度也在节节攀升 而既然人气的问题已经解决 那接下来也该讨论出售的商品 长女自信保证 两天就能提交新的护身符设计稿 剩下三天用于批量制造 结果两天后她依旧没有半点进展 甚至还懒散地表示没关系 直到晚上将近十二点 她在池塘边看着井里为了抢饲料 而亲在一起 觉得井里也会谈恋爱 顿时灵光一闪想到不错的方案 于是只花半小时就完成了设计稿 就这风格绝对很受女生欢迎 男主无奈表示她太我心我素 相亲时做的事情也让人难以捉摸 看来往后得一直盯着她不放才行 此话一出 瞬间遭到两姐妹吐槽有点恶心 最后是商店街的问题 为此他们特意来到商店街振兴组协会 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帮助 一番诚恳的请求之后 原以为要通过这关同样很难 可谁料会长直接答应 而听了一番说明才知道 神社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会议 所以只要保住神社让他们做什么都行 在男主到来之前 他们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 由此基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就在男主接下北白川的挑战后 神社就迎来史无前例的危机 原本应该热热闹闹的神社 却只来了寥寥数人 男主顿时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果不其然是北白川在下绊子 只因朝鸡跑过来告诉男主他们 有人在互联网上散布立大计停办的谣言 而且他们好不容易经营起的账号 也因被有心人恶意举报惨遭封禁 这很明显有人在背后搞鬼 而不用猜都知道是北白川 众人虽然知道北白川无耻 但没想到这么无耻 回想起最近所付出的一切 要在这一刻全部消失 朝鸡就忍不住的悲从心来 就在三姐妹陷入到绝望中时 男主突然想到一个逆转大局的好办法 他让三姐妹不要放弃 我们还有时间 现在才十点半 只要在下午六点前 把人数拉到五千即可 我们只需要按计划进行就好 只不过不是在神社里面跳舞 而是在外面举行游园活动 听完男主的话 三姐妹顿时被震惊了两人半 这也太乱来了吧 万一这种事情出现问题怎么办 就在四人要僵持不下时 爷爷突然走过来说 他同意男主的做法 只因男主的办法可行性很高 而且还有接放邻居和孤儿院孩子们的帮助 根本不愁人手不够的问题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今天干神社要举行力大计的消息 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 三姐妹也在男主的提议下 选择出门游行跳舞 虽然这对社恐的他们来说 是一种比杀了在座的各位还要折磨的事情 但为了神社能保留下来 他们都豁出去吧 然而天公不作美 很快就下起了磅礴大雨 并且有越下越大的趋势 更扎心的是广播还传出强将影的消息 这顿时让男主颓废起来 眼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可来访人数却只有125人 距离五千人不知道还有多远 男主一时间失去主星 可就在这时 三姐妹突然一口同声道 神会祝福我们的 大丈夫だよ 神様は試練をお与えになることはあるけど 決して私たちを見放したりしません ああ 一生懸命 必死に生きる人間に きっと神様は手を差し伸べてくださる 神様 お願いします みんなと一緒に データ祭を無事にやり遂げられるよ どうか最後までお見守りください おやすみなさい 三姐妹的真心祈祷下 神似乎回应了她們的请求 原本的磅礴大雨突然停了 并且让男主她们发现一处室外桃源 三姐妹顿时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因为这里再适合不过 她们当最后的表演舞台了 樱花也在这时翩翩起舞起来 藏廻大雨突然停止了 神伟代表我 做 IO 天子 落与 神似乎回应 神似乎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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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妹他们精彩的舞蹈 瞬间俘获了观众们的芳心 纷纷鼓掌拍照留念 见观众们的热情达到了顶峰 男主当即在出入口位置 买起限定版的预售 并整起饥饿营销 原本要买七千日元的限定款预售 现在三千五百就可以买到两种 这一波直接让男主他赚得盘满钩满 舞咒姐感慨男主终于长大了 现在懂得如何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逃避责任 听完男主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还是感谢舞咒姐能带人过来帮她 同时男主也在三姐妹的影响下 变成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男人 不过在舞咒姐面前 男主依旧像一个孩子一样 不断述说自己不幸的遭遇 什么入罪亚相亲那娶三个老婆的事情 舞咒姐则在一旁听着男主的述说 并不是调侃男主 虽然男主有点嘴硬 但舞咒姐并没有拆穿男主 毕竟男主也是他亲手带大的孩子之一 转眼间来到下午5点59分 眼看时间就快要到6点 可计数器却显示还差一人 才能完成北白川的挑战 就在众人以为要死定了时 北白川突然走到男主他们面前 本以为他是过来宣布 男主他们挑战失败的 不料北白川表示 他是神社里的第5000个客人 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客人 四人听完顿时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难道北白川要强行洗白了 然而终究是男主他们想多了 等目送完北白川离开后 北白川的一句话 改变了观众们的看法 这才是正常反派该有的商业头脑 而经过这一件事后 四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西奈更是忍不住的 和潮击抱在一起庆祝 只剩下男主和叶仲两人 为了避免尴尬 叶仲只能勉为其难的便宜男主 这让男主的到新出现动摇 无法专注学习 不经胡思乱想 还猜测对方可能喜欢自己 而对此也很在意的蓝毛 则表示能帮他调查清楚 于是找机会问姐姐 觉得男主这人怎么样 结果他直接发了张好人卡 随即蓝毛对男主解释 好人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意思 不过对于特殊脑回路的长女而言 感觉说的应该不是真心话 所以之后带着长女负重奔跑 尝试把他逼到极限 无心顾及其他的时候再问一次 可怎料他却说到只想回家洗澡 而等来到浴室 蓝毛硬着头皮直入主题 想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亲男主 该不会真的喜欢上了对方 那一笑 哼 后面在得知依旧没有查出真相 无奈的他只好放弃 反正再怎么纠结也没用 况且这是他们大人之间的事情 找年幼的蓝毛商量本身就不对 此话一出 喜欢男主的蓝毛自然不喜欢听 随即阻止他对待小孩常用的摸头杀 然后趁男主没反应过来 便直接扑上去进行惩罚 被咬住耳朵的瞬间 他处理器差点报废 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说完这两个字 他便头也不回地跑出房间 只因为他本身功高低防 再不快点离开就要暴露了 第二天思绪混乱的男主祈祷着 希望次女能够正常一点 然而大清早的他脸上满是心虚 还自暴说没有藏什么秘密 而长女见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觉得告诉男主应该也没关系 次女文言坚决不同意 所以他只能打消好奇心 不过就在晚上他发现蓝毛躲在次女门外偷窥 而对方正在拼命缝制护身符 随后得知 原来明天是蓝毛的生日 两个姐姐每年都会亲手给他制作生日礼物 至于长女这边准备的是各种玩偶 眼看着快要十二点了 好胜心极强的两人带上礼物到客厅做比较 都觉得妹妹肯定更喜欢自己的 而见他们对自己如此重视 蓝毛也是非常高兴 然而此时意外发生 在推散的过程中两人不小心摔倒 那礼物就跟豆腐渣工程一样说坏就坏 无奈之下 蓝毛只好出面调解 看着两人因为拿不出礼物而惭愧的表情 他声明这些礼物都很喜欢 因为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浓缩的爱 于是纠纷就此化解重归于好 随后男主也对蓝毛献上祝贺 但看着二人的努力成果报废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独自花了一个痛销 用针线把这两件东西给缝不好 不仅如此 他还准备了一张生日贺卡 由此三人又被他该死的雅沙戏给感动到了 后来男主梦到和次女接吻 理由是为了向他表达谢意 这让男主感到非常不安 可就是这么一个野蛮傲娇 居然会跟男主接吻 因此男主便没太放在心上 就当作是一场热梦 随即被院长叫回福利院 而次女早看出姐妹二人心态的变化 一番逼问才知道原来都瞒着自己吃毒食 就当采取训斥的时候 两人反驳道 男主这段期间出了那么多力 应该要好好表达感谢 像次女这般冰冷的态度明显不好 文婷此言 他也稍微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与此同时 院长把新校服交给男主 而这就让他感到不解了 为何不直接发个快递送到神社 调戏完男主之后 他打听到跟三姐妹过得怎么样 而他忍不住抱怨 那三人浑身都是缺点 如果没有男主帮忙简直一事无成 为此男主感到头疼 院长健壮当即指出他有些得意忘形 虽然爱管闲事是出于好心 但同时也会给他人造成心理负担 之后被批评一顿的他回到神社 却不料次女站在门口迎接 表示有些话想跟男主聊一聊 就当他感到尴尬时 次女莫名其妙地把手搭到肩膀上 在用极小的力道进行按摩 忽然发现男主鞋带松开了 他又蹲下身帮忙记上 也就是这个场景让男主想起早上的梦境 随着剧情发展 最后两人会亲在一起 这是次女描述他这段期间帮过的忙 现在姐妹们都很依赖男主 只是有些过头了 另外次女经过反省 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和男主之间的相处模式 就当觉得有些意外 怎么没按剧情发展的时候 结果突然冒出个小女孩朝着母亲跑过去 顺便还撞了次女一下 而她整个人重心是很往男主的脸倾倒 若是不出意外肯定会轻少 但可惜男主的到心摊比太合金 就算白给的福利都不要 甚至还庆幸有伸手挡住 随后次女掏出随身携带的粗言 吓得男主以为今天又要变成咸鱼 可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是在给自身驱血 接着面无表情的让男主赶快起身回去 仿佛对刚才那件事毫不在意 实则内心早已乱成一团 准备了 每天睡觉总会梦到奇怪的画面 而这些梦境就像是预告片 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必定会发生 渐进出现她被三姐妹围攻的场景 虽然事发地点并非当前神社 但男主深知其中厉害 根本不敢松懈 而果不其然 为了更好的经营生意 三姐妹决定去躺蓝山的月神社 早以前带过他们的师父求教 还打算带男主一起过去见识一下 他原以为这样就能成功避免 可偏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背后推动 老灯忽然表示 忘把一份重要的东西给他们了 现在追上去应该来得及 于是男主的计划失败 而在月神社这边 三姐妹的师父像是早有预料 吩咐下属泡好四杯茶招带来客 没过多久 男主顺利把盒子送到面前 结果当看到上面贴满了膚质 就连三姐妹都感觉这东西很妙 只怕里面封印着特级骤灵 而此刻坐对面的师父 自称是月神消身子 关于这盒子无需担心 接下来他会处理妥当的 男主也是真的服了 为了这破点心让自己专程跑一趟 很难相信老灯不是故意的 随后进入主题 他们希望师父能够传授 经营神社的技巧 然而此话一出 他却抱怨师父这个称呼不好听 接着越跑越偏 先是给蓝猫一顿揉搓 再用长女练习控球技术 而这让男主感觉师父 似乎不太靠谱 此刻他表示给众人准备了房间 等会可以泡温泉放松一下 而对此男主自然是不参与 不过当看到外面众多巫女的时候 男主这才了解到 月神社每天都会有大量乡客来访 但他们却能有条不紊的接待 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功劳 所以男主刚才确实小看他了 而也就在这时 没有被打乱思绪的男主问道 为什么一直回避三姐妹找他商量的事情 此话一出 三姐妹逐渐意识到这点 而师父索性坦白 自己不会给他们提出任何建议 只应觉得他们无法挑起这种的 毕竟都是学生 后面胜不到一个星期又要开学了 首先应该考虑自身的人生目标 光凭责任感是没用的 随即三姐妹都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打击 这时看不下去的男主想要帮忙说几句 然而师父提醒他搞清立场 明明拒绝入坠继承神社 作为一个毫不相关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此时长女独自离开去散心 而男主也打算返回神社 并再次开口道歉 为了当上医生必须努力学习 所以无法继承他们的神社 结果话音刚落 次女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 而男主见状立刻跑过来搀扶 可万万没想到 这痴呆的表情也在预告片中看过 与此同时 师父和老灯正在通话中 原来刚才那么做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计划 用于筛选谁更适合继承神社 而这边因为次女情绪低落 导致大脑出现当机 这种时候本该有长女安慰的 但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任性的蓝毛也要准备夜跑 却美其名约是去把姐姐找回来 因此为了照顾次女 男主不得不留下 虽然次女还逞强地说到不用管自己 但男主自然不会听进去 随即给她买了一罐咖啡 于是她变得更加自闭 觉得是自己当巫女太差劲 才会发生这种事 男主见状只好安慰 没必要那么失落 毕竟她总积极地为神社付出 这就代表她喜欢巫女这份工作 然而次女反驳 和自身的意愿没有关系 她只是做了巫女该做的事 随后男主再去帮她买一罐红豆汤 回来时恰好发现师父躲在草丛边观察 视线不过从次女身上一开半分钟 结果对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之后在瀑布前找到她 见她脱掉鞋子和裤子准备接受洗礼 男主当即跑上去阻拦 然后便发生了些许意外 但也得亏这样做次女的头脑 才清醒过来 后面她怒斥男主多管闲事 不好好的读书 偏偏关心他们三姐妹 而且别以为对神社做出那么点贡献 旧门获得三人的好感 只不过长得有点帅气就得意忘形 虽然说完这些男主感觉挺丢脸的 但这番表现也成功把次女给逗笑了 再加上刚才男主说过 都是自己想做才做的 所以担任神之哪需要那么多理由 于是她的心结就此解开